國際塞書會340區 在頂5月才新創立 包括捷琳、艾蘇家頂塞書會 其中艾蘇家塞書會就馬上在行社會公約行動 因關出50座 歐洲賣全用的行車記錄器 向中法官警察局 聽到基障環境在在進行的時候 更有報章 警察用的孫樂機車 前後都爭上行車記錄器 基障環境說 這樣可以大大提升 這件的便利 汽車的話會比較好找到證據就是說 最違規的話會比較更安全 對 比較不會說 找不到人 然後你就要煩惱說 還要吊東吊西的那件事期待 就因為孫樂機車的行車記錄器 也不會在為建峰的標準配備 這剛成立的艾蘇家 塞書會創花營前後 就率先來關注50座 也希望有更多企業跟社團來享用 我們知道最近美國因為警察這些公安事件造成遊行上面的暴動 所以更加強我們在這方面認知上的加強 那非常開心今天在西山區協同 300西山區在2019 2020年度 能一起來辦這個活動 除了行車記錄器以外 國際塞組合也利用總會的補助款來做社會公約 替洪道老人基金會來買新的交通車 台灣基金它有一個回報款 是所有我們的分會所見證的一個食物化的回報款 那總監大人大量 建立把這個回報款建議給洪道老人 我們洪道老人是幫助這些老人 這個後面有人照顧有一個安穩的一個 市長國際塞組合343區 也就是中華跟南東地区的塞組合 在一年以來社會服務做了很多 公約綠號更是得到國際中華的困難 我們今年度1920的每一位私有 大家都很用心 讓我們今年度社會服務融燈了全世界的第一名 大家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 謝謝 塞組合總監共調 這集在做社會服務和公約活動是塞組合的總字 也很感謝新創立的塞組合 這麼快就來到立公約活動 讓愛的內容不斷煙燒下去 大中華新聞 張西梁 中華 蔡宏寶島